也許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就是VBA輸出 就我剛剛講那個流程 如果要把它 變成用VBA跑一遍的話 當然流程一 一樣開發人員裡面 加一個Visual Basic 然後我們這個專案名稱叫做 產線人員這個 所以在這邊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OK 模組的名稱的話 我們也叫做這個 產線 人員工資之合 這個名稱就把這個名稱複製過來 然後插入這個程序 名稱就是這個 然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按照剛剛講的 所以第一個 因為我要先怎麼樣 先告訴他說 也類似就是那個剛剛的三米弗的做法 其實是for回圈 所以做法的話 for 一樣 for i 等於 第2列 11列 如果你要用最終的話 那也是一樣 不過我是建議 追蹤記得 這一定要很熟 Range的 假設A2 向下追蹤 點一下 盡量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用選的 為什麼 因為用選的話 好處就是一定不會錯 錢瓜無向下 這個也不要自己打 因為自己打很容易錯 如果 xl 當 點什麼 告訴我那個列的位置 所以他回來 這個地方就幫 告訴你說 你最下面的11 所以會把11帶過來這邊 當然我這邊用小寫啦 不過如果你沒有打錯字 Enter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手字都會變大寫 這個也是訣竅 你看我小寫一開 沒打錯 他的手字會自動變大寫 所以這個也是 辨識說你自己打 有沒有打錯字的一種方法 盡量還是要熟悉 因為看得出來 如果你 其實你有常打跟沒常打 其實 熟練度就會馬上出現 所以其實這騙不了人的 你有多少 幾分的努力 你的寫程式的那個 就大概馬上可以看出來 熟的話 另外還有縮牌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發現我都有縮牌 按Tab 做什麼呢 所以範圍先確定了 第二個做什麼呢 把這邊的資料 抓到這邊來做判斷 判斷什麼 如果前面兩個字是產線的話 就幫我把 他的這個 工資 把它加起來 累加 所以我們要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做累加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IF IF什麼呢 他的A欄 所以你這邊Sales 瓜胡 I列的A欄 那但是要前兩個字嘛 所以你可以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前兩個字 我們可以在這個外面包一個Labs 前瓜胡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前兩個字用Labs 逗點 兩個字 後瓜胡 如果等於什麼呢 如果等於那個 產線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 產線這兩個字輸入 輸入到這邊 產線 OK 所以抓過來 看一下 前兩個字是不是產線 是的話呢 Enter兩下 打一個 OK OK 然後打 習慣 就會先把 if 會有 And if 結束 如果 它是產線 才錯 如果不是產線 跳過去 做什麼呢 把它的這個工資 把它加總 放在一個 地方 那來 問題來了 放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 你需要有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給一個SUM好了 SUM SUM這個變數 等於什麼 SUM 自己本身加上什麼 加上找到的那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就這個儲存格 那其實就是什麼 Sales ID的A欄 就是 ID的C欄 所以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這樣 偷懶一下 把Sales ID的A欄 複製到 Ctrl鍵拖拉過來 改成C就好了 OK 所以這樣子 意思說 幫我把 這個裡面的東西 再跟SUM加在一起 存回去 特別說這個等號應該是把後面的東西 計算完 存在前面的意思 這個等號不是你們以前那個用 什麼數學裡面那個等號 應該是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儲存在前面的意思 所以SUM的初始值裡面是沒有的啦 OK所以第一次 假如找到工資 4903的話 他跟沒有加在一起 最後就4903 或者你們可以把它視為0 0加在4903 再存回去 那這個SUM就變4903了 那如果再找到 3906 他要把3906加4903 再存回去 以此的一推 直到 最後的結果 OK 最後哪裡呢 到NAS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 縫迴圈裡面 有沒有 做什麼邏輯判斷 然後 如果對的話就加總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寫程式裡面 最重要的一定會有迴圈 另外呢 會有一幅 還有做什麼事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程式裡面 基本上 你們最需要熟練你的迴圈啦 這無庸置疑 也是最重要的 因為電腦最 優勢就是迴圈 就是重複做啦 邏輯判斷其次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有點像是喔 一出戲的那個男主角加女主角 這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程式裡面這些都會出現 至於做什麼呢 OK 就是累加 然後最後我們把累加的結果做什麼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SUM丟到這邊來 SUM怎麼丟過來 很簡單嘛 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叫Range 的什麼呢 12 12 等於什麼呢 等於SUM就好了 OK程式寫完了 就把這個SUM的值丟到這邊來 那OK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所以以後程式反正就回圈 邏輯判斷 最後的結果丟過來 我按F8好了 我不要全部一下執行 我們這個第一個 先抓到什麼 抓到這個裡面的資 這個裡面的資料現在是產線1 那這個的前兩個字是不是產線 應該是嘛 所以這個邏輯應該為True 那為True的話呢 它就會跑底下這個 那目前SUM的話 這4903 SUM裡面是沒有 所以加完之後有沒有 它裡面就變4903 意思就是把後面這東西加完放在前面的意思 有沒有 4903嘛 然後 end if 好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的 前兩個字是不是不是 不是的話 跳過去了 不會加 OK 那下一個是不是 下一個產線2 也是 所以他會把什麼 3906加上4903 加起來結果幫我放在哪裡 一樣放SUM裡面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有些同學 常常會把這個等號看成是 什麼 像以前數學的計算 不是大錯特錯 不一樣的東西 雖然它是等號 可是在這裡應該是 把後面的計算結果 存到前面去 所以這個等於 這應該 我覺得這邊應該不能叫等於 它應該 把後面的值 賦予到前面 所以這個 應該 我覺得比較正確的解釋 應該是 應該這個是 賦予值吧 而且我覺得 它有點像 應該這樣子 我覺得它這個等號 有點像這樣的 這樣符號吧 把這邊的東西 丟到前面去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因為這個問題 很多同學就很困擾 一直 被以前的 數學給干擾了 然後一直看到這個就覺得 過不了這一關 感覺好像 是很奇怪的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它其實主要 就是把後面在前面而已 OK 那最後的話 一樣我們就把這個全部做完 然後跑到這一行 加完了 總共是 23884 那我要把23884 放進來的話 同學常常問說 老師 那我要怎麼樣把某個資料 放在某個儲存格裡面 不就是這樣寫嗎 這樣就寫過去啦 也很困難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 同學可能 還是把那個 VBA想的 太 太困難了吧 很多東西其實 沒有那麼困難的 他就是這樣 就把資料 丟來丟去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怎麼去 把資料從這邊 放到那邊去啦 其實我覺得 也沒有那麼困難 OK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操作 最後的話 這一行執行 就 丟過去 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23884 沒錯 這邊也是23884 只是說 這個地方 我們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VBA寫出來的 這個我想 這一段 我程式雲端上 也有一份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你可以數學 函數裡面 找到007 這邊的 這裡 打開來應該就 我之前寫的 不過呢 我 之前寫的好像有加註解 所以 這個是公式 底下這邊有做一些 這個 就是寫一些註解 不過這個註解 其實最後的結果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請各位在 把那個 剛剛的三米符 這一體 007的部分 把它轉換成 VBA 實際上也就是利用 VBA做那個 資料的累加 OK 那怎麼樣 主要當然配合 一個回圈 一個邏輯 加一個雷加 雷加就是把後面的東西加好 丟到前面去 最後就是怎麼樣 把雷加的結果 再丟到 某一個儲存格裡面 其實工作裡面也蠻多類似這樣的需求 比如說你要把 某些報表 某些的儲存格的 計算公司 最後結果就丟到某一個儲存格 其實不外乎也就是類似像這樣 所以將來你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怎麼樣 拿來參考 參考 再修改一下吧 那有些東西就是多一些範例 你就可以把這個範例 類似的做法 把它 做出來 然後 幾個範例都在一起 說不定又產生一個新的應用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還是一樣 勞化 就是 一定要熟練 熟練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多做